再来关注的是国际焦点 巴赫姆特的战况陷入焦灼 而晚前的最新消息是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突然现身 巴赫姆特禁焦视察 要提振前线时期 无军无人机携带炮弹 锁定俄军营地 一声令下投放轰炸 这里是赫尔松 乌克兰电视台镜头直击 乌军如何靠着无人机 攻击俄军阵队来抵挡攻势 每次成功命中目标的背后 都是这一群前线乌军 花了好几百个小时 日以继夜追踪和观察 俄军动向 然后选择在对的时机点 发动攻击 从无人机的第一视角俯瞰 无人机直接冲撞俄军坦克 战车瞬间陷入一团火球 这是乌克兰第59摩托旅 利用自杀无人机 在盾内刺客攻击俄军的画面 至于在巴赫姆特的战况 似乎出现转变 俄军想夺下巴赫姆特 但是却久攻不下 两军陷入持久对峙战 如今俄军疑似把攻击目标 转向另一座前线城市 阿富蒂夫卡 英国国防情报单位指出 俄军在过去三周 不断朝阿富蒂夫卡增加兵力 并且加大轰炸力道 这座城市的机能夹 已经直变好转变 但正在乎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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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距离俄军占领的顿内斯克北边 只有13公里远 但乌军放话说 俄军绝对不会成功 当然乌军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20号出动无人机 攻击克里米亚北部的 俄国军事弹药库 摧毁一批俄罗斯口径 KN巡异飞弹 同一时间普京震撼习近平 在莫斯科会面 俄军周三也出动无人机空袭 基辅附近的高中遭到轰炸 造成至少三死七伤 泽伦司机继续喊话 说前线需要更多的弹药 美国官员透露 拜登政府正在加速军援乌克兰的脚步 最快今年秋天 就会运送31辆M1艾布兰战车到乌克兰 美军也正在加速训练乌军 如何操作爱国者飞弹 欧盟则宣布一项20亿欧元的军援计划 并将评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要各国检视自身的军火库 第二部分就是动用一笔10亿欧元的资金 为乌克兰订购155公里的炮弹 希望帮助乌克兰继续抵抗俄军的侵犯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三天的国事访问 表面看起来中俄对外展现兄弟之邦的情谊 不过专家认为习近平跟普京都有各自的盘算 一抵达克里姆林宫习近平就受到高规格领域 红台两边官员们排排站让习近平很有面子 一整天普京和习近平从正式会谈 到签署联合声明 结束后两人还一起在晚宴上庆祝 普京甚至难得秀了中文 习近平这次造访俄罗斯 给普京注入强心争 两国宣誓加强经贸合作 俄罗斯也将扩大对中国大陆输出天然气 中俄互称友谊不变 但同一时间也有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 应该谨慎为妙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中方一贯遵循联合国宣章宗旨和原则 他始终不愿称俄罗斯为入侵者 有了大陆撑腰 普京也加码痛骂西方 不过习近平造访也像是礼上往来 因为去年北京东奥遭国际抵制时 只有普京大方立体 而这个月又先后发生澳英美三国的 奥克斯斯核潜舰计划 以及蔡英文总统即将访美 各种地缘政治因素 让习近平急着想施展国际影响力 英国天空新闻记者来到中俄边境黑龙江省的黑河市采访 这里尽管观光客变少 但还是有许多商家贩卖俄国商品 俄罗斯挺好的 非常友善 我以前在俄罗斯也做卖了 做好多年 俄罗斯很好 很直爽 英国对于英国的关系的关系 这怎么说 这说不好 谁都说 他今天在战争 肯定有战争的理由 就现在在面放一个定时炸弹的 水跑叫 相比大陆业者忙着缓夹 在边界一带的俄国卡车司机 态度就很坦白 不让习近平反俄话题战尽反面 乌克兰也迎来贵客光临 这次惊喜现身基辅的是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除了表达坚定挺务立场 还邀请泽伦斯基出席5月的G7峰会 安田成为二战后第一次踏入战争国度的日本首相 由于日本设有和平宪法 自卫队无法派兵到海外执行军事任务 安田等于赤手空权到乌克兰 面临一定程度的危安风险 俄罗斯基出席5月的战争国度的战争 巧的是岸田访务同天 俄罗斯也派出两架图95战略轰炸机 飞越日本海超过7小时 虽然俄国宣称行为符合国际法 但外界解读就是在对日本表达抗议 变中文综合不到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